感谢各位新闻界的好朋友 一整天大家辛苦了 也沉蒙我们立法院国民党团 以及五党籍大家大力的支持 以54票 国瑜有机会服务立法院长的职务 在这里要对我们所有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以及五党籍两位立委 致上最高的谢意 国瑜深知 肩膀上责任重大 广大的人民期待 有一个新的焕然一新 改革风貌 实质上扎扎实实的创造 台湾老百姓幸福的立法院 这是我肩膀上的责任 我知道 我们整个团队 一定要努力的做下去 在这里我特别要向前院长 尤其困惑院长致上最高的谢意 过去四年他担任立法院工作 可以说认真付出 过去的四十二年 尤其坤院长对台湾民主的贡献 一步一脚印 大家有目共睹 我也呼吁尤其坤院长 我们一起来努力 千万不要客气 所有重要的国会外交 希望尤其坤院长跟我一起 以及其他委员同仁 我们一起来努力打拼 那立法院 包括院长的办公室啊 院长的官邸 也可以提供给尤其坤院长来使用 我的日子过得非常的简单 总而言之 希望前院长尤其坤院长 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努力 我相信广大的台湾人民 期待一个认真问证 合作团结的立法院 心心念念都是为台湾老百姓来磨福利 而不是以斗争为目标 我们不要这样子的立法院 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 在重要的民生经济法案 不同政党能够携手合作 另外也非常感谢江启臣委员 一路走来陪着我 也历经了非常多的辛苦 那他的选票还没有开 也希望大家能够尽力来帮助 尽肯来帮助我们江启臣委员 竞选副院长职务 我们能够携手合作 一定会认真努力来打拼 也要谢谢党团 副昆吉总召 洪孟凯书记长 跟每一个委员同仁 大家看看我们的眼睛 炯炯发光 我们都希望 有一个崭新的立法院 亲爱的台湾同胞们 多多鼓励我们 多多鞭策我们 也给我们一点点祝福 我们一起加油 谢谢